今天我們呈現 全遊戲 全段位 全英雄 綜合排位勝率最高的英雄 說他是最強 可當之無愧 Holy shit God like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鈴瀕 如果你覺得鈴瀕很強呢 請我們點個讚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那鈴瀕這英雄呢 不單只是排位勝率最高的英雄 而且你看他呢 誇張的出場率 技能高達1.7% 有些勝率高的英雄呢 出場率只有0.1 0.2 那不算什麼 可能只有幾個專徑在玩 之所以勝率高 但鈴瀕呢是基本上 大家都在玩他 還可以維持這麼高的勝率 就證明這英雄呢真的很強喔 我們來看看他有什麼訣竅吧 我們推薦是打野路喔 一開始呢激靈一點 看到一隻殘血拉茲 把他帶走有賺 激靈也很重要喔 如果你比較依照套路去玩喔 你可能就會錯過擊殺的機會 像這場呢我們前面有頭 前期有頭0.0呢相當的舒服 基本上呢 只要機會正確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得很兇 若是逆風局怎麼辦呢 那也沒問題喔 我們現在打團戰 二技能暈著凡恩 二技能近到瞄準一點喔 3.0二技能改版之後呢 很好運動的 而且呢又有暈眩 如果是平局或逆風局的0.0呢 你只要基本發育到8到10分左右 最差的情況下呢 發育到10分左右 我們傷害就已經相當的高 足夠擊殺敵方的一切 脆皮跟戰士英雄 坦克的話呢 能避開就盡量避開 除非我們已經買出了天成雲 先拿掉這個魔龍 成功拿下 小地圖已經追到敵方的洛克 但我們有三個人喔 三打一擊火的話呢 應該是足夠秒殺洛克的 可惜傷害差了點 先穩定拿下這個藍 我們來看靈靈的優勢喔 首先呢他機體技能組相當不錯 有遠程普攻 遠程普攻會爆炸 還會範圍擴散 而且呢攻擊的話相當的不錯 攻速夠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邊走邊走 再來呢我們的二技能 有遠程的暈眩 還是範圍暈眩 大招的話呢 可以用來遠程消耗敵方英雄 尤其是消耗敵方的後排 再來呢進攻或防守的時候 也可以用來清理兵線 他技能組呢 在前面的話會稍嫌奔重一點 但是呢在你的中期開始 攻速起來之後 尤其是呢買出攻速鞋之後 就會越來越有感喔 會覺得靈靈相當的靈活 二技能可以的話呢 盡量瞄準一點喔 我們剛剛是瞄準拉茲 開大前的位置 有時候呢二技能中不中的話 結果會有差 舉個例子呢 我們要去抓敵方的邊線 如果穿過去普攻呢 二技能在命中的話 敵方基本上就再見了 但你二技能控掉的話呢 可能被敵方殘血逃脫 所以啊二技能要稍微瞄準一點喔 另外呢 裡面的二技能 他有一個施法時間 二技能也滾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呢還是以瞄準比較好 遊戲時間還沒五分鐘喔 發現他有防禦 這時候呢中塔跟上塔都還拆不了 好 洛可西 看洛可西又不會過來反我們 OK 這邊他沒回凱撒路 那我們就果斷放棄 先收一收左邊的野怪 兵線就讓給隊友吧 自身野怪收一收比較好 磨磨磨磨磨的話呢 前期的發育效率就盡量快一點 可以清的支援呢盡量 以最快的速度把他清掉 畢竟呢裝備起來的中期才是我們的天下 登場都呢敵方的哥德 把他帶走 輔助的坦克呢就算硬的話 也是中期開始喔 如果蹲到他的話呢也是可以的 這個大招除了可以隔絕防禦支援 留著拉茲呢還可以清兵 可惜呢敵方防禦叫有急走 這邊沒防禦塔打到殘血了 相當的可惜 用一個周爾夫斯 剛剛正確做法呢 應該要先把防禦塔點掉喔 可惜呢我們起了貪量 想要先收反恩 這個防禦開啟走就抓不掉他了 瑞克的話呢 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輔助喔 這版本相當的強 如果選不到他呢 盡量建議把他ban掉 像瑞克可以主動探視野呢 我們這個打得比較兇一點 如果我的輔助是一個法師輔助呢 我們又是一個射手 不是順風擊的話會很難過 這遊戲呢射手 很需要一個看視野的隊友的 OK 先把他的盾打掉 傷害差了點 下次大家看到敵方有洛克的話 所有人一起集火 把他的盾打掉就好 拉茲最後一個瞬移擊飛 把我帶走了 復活中呢 收一收支援 這邊我的經濟呢 是有優勢的喔 我個人 戰機7比8 我們有六個參團 支援收一收 而這邊呢也體現了 淋著英雄跟其他英雄的 優勢 那是我們傷害很高之餘呢 有控制還有機動性 可以比較安全的輸出 這版本呢 如果說打野射手的話 最佳的應該就是 靈靈跟子蘭子 蘭鐸的話呢就要看操作員 如果技術相當六的話呢 蘭鐸也是可以上榜的 下路追到敵方有兩個人偷偷摸摸 我們先回家 0滴的話呢這版本真的有點不行 主要是呢很多英雄 熱門英雄都克制0滴 這邊我們就繞一繞路了 從下面進去 先把兵線清了 暈著凡恩帶走凡恩 這位洛克呢追得很深喔 把他帶走雙殺 這波雙殺呢還守著這高地塔 我們的薇菈 攻不可沒 洛克來說呢還是比較麻煩的 他單挑對我們來說是有優勢 我們要打贏他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呢集火把他大招的盾破掉 破盾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暈眩 或者開四血弓 都可以打贏他 不然的話呢我們就要依賴牆壁了 畢竟洛克不能穿牆 這裡呢我看我們可以找機會吃凱撒 拿凱撒推高地 基本SOP 喔 偷到一個紅 還不錯 那就是血弓 算了我們先吃一次自家的 守個上塔 上塔我看是守不住了唷 洛克現在是比較煩的 要果斷的交位移喔 如果他順利提走什麼的上來呢 被拉到我們就再見 射手打野還是比較脆弱的 喔 敵方的瑞亞茲 交過招 這邊我們吸不到血喔 有沒有注意到 那是因為敵方有護盾的關係 有護盾真的是血弓是吸不了的 最後呢我們隊友補傷害 有收到敵方的洛克 反正呢就第一時間把他盾破掉 收一收 找機會拆他 有個瑪迦 想要看反而要幹嘛 我們剛有暈到敵方哥德爾 可惜沒秒掉他 注意這哥德 太煩喔 那是因為我們沒買魔防血喔 如果敵方太空的話呢 大家可以考慮買魔防血 不一定要出攻速血 這條敵方洛克還是挺肥的 但他要小心一點 對拉茲來說呢 我們也是一個挺不好抓的射手喔 畢竟沒有位移 而且呢動作很流暢 如果你不知道呢 以前的靈靈是有Buck的 普攻的時候呢 攻速太快 會被一波站在原地罰站 這邊隊友被拉了進去 沒問題 破盾 OK破盾之後是水攻 就可以吸回來 相當的驚險 破盾如果晚一秒呢 可能我們就死掉了 而且我們二技能 暈到他的一下下呢 也有點差別 這邊來看看該怎麼做 南凱撒 凱撒之後呢 拖一個上路高地 就差不多 我們隊友血量有點殘 我們來坦比較好 敵方能少呢 打團也不怕 反正呢打架的時候要記得 林林是隊伍的核心 絕對要避免被敵方抓掉 以這場來說呢 我們最怕的是拉茲 再來是洛克 其他島還好 哥德亞抓我們也不容易喔 畢竟呢我們有位移 如果你說我們是勇打野呢 哥德亞抓我們就很好抓 有位移之外我們還有暈眩 這邊注意呢我們的瑞克有過來 像預購一個死神連刀 以防萬一嘛 有瑞克在的話呢 因為他傷害是夠破盾的 而且呢 洛克的傷害會被我們隊友擋住 我們可以躲在隊友後面 OK 這邊注意呢我們隊友的陣型是相當不錯的喔 上路中路一起玩了一塊 破盾 破盾之後暈著他 反正呢破他盾他就打不贏我們 敵明這位英雄呢只要你知道 對付每一隻敵方英雄的方法 基本上我們誰都打得贏 包括像布萊特喔 布萊特呢他強就強3秒而已 又被這個哥德爾抓到 還有個瞬移 挺帥的 可惜呢我們已經先收了他隊友了 然後最後才離完主堡 結束上遊戲 以上是我們在目前 全服最高勝率 還有一位最高勝率英雄 零零 而且呢束長率還相當的高 那玩的關鍵呢不外乎是 前期安全發育為主 零零輸出的普攻就好很簡單 更考驗的是你的周圍 還有二技能的運用 我是尚恩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